Echo of Wings 一支声中文配音社团 北洋怎么样了 要没进到魏里 无碍 都是我的错 是我看错人了 今年安隆的收益 我分文不取 取不取可不好说 你今年能挣几个钱 还说不定 别怪我多事 你这真抽得太多了 我看你平时饭都吃得少 只是抽烟 金董事长 你有空关心我 不如去关心关心你的小白洋 他这个任性 我是真的管不住了 白洋是有点爱玩 这个事情 是他自作主张了 你管教他 我不再说话 有你这话就行 我下次再说他 你不要再来跟我婆婆妈妈说 我又骂他 你凡事若是缓和些 他们两个 也不至于这样背着你跑出去 所谓赌步如书 怎么你跟我说话就和和气气 跟白洋中越就那么严厉 你说话怎么越来越酸了 那说正事吧 汤奇迹是一定要换掉的 那两个男女也不能留 你不说我也是要换的 阶梯的导演有人选吗 我想找欧阳谦 大导演是不可能戏二首戏的 只能找新人 欧阳谦虽然名气不大 但是拍出来的东西还可以 只是临时欢架 女儿的戏也要全部重拍 咱们进城可能会拖满很多 再给你五千万 放手去拍 要做就做好些 你这么挥霍 也不怕把郑美容气死 她有什么客气的 我的钱总不能永远让她费心替我管着 郑美容昨天张狂如此 是讨好 也是示威 我对海龙的资产运走 还没有完全魔术理清 她给我送来的报表 也真假难知 现象 若要分权 恐怕只能分给李念 李念能拿到越多投资 也就越不希望 我被郑美容所钳制 若有招一日真的斗起来 李念也是聪明人 应该明白 郑美容不会像我这样爽快地花钱给她 一条是恶狼 一条是猛火 到底谁 会先咬上第一口 白羊 你一直在等我 你拍完啦 累不累 不累的 那我们一起回公司吧 好 我登陆游戏了 才上啊 你都多久没玩啦 登陆 送了好多新 你冲的 为什么 帮我 冲这么多 因为不好意思呀 上次那么危险 都怪我硬拉着你去 白羊 我们是朋友 不应该 说这个 小钟 我会保护你的 嗯 我也会保护你的 是啊 我们是队友 也是朋友 未来路很长 总要相互扶持日子 在实雪实情的天气里 十二月 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完了 一月份 简踪寻情如期开播 江瑞云的人气 跟预料中一样 一路攀升 我在电视上 看着出神入化的江瑞云 要说不羡慕是假的 建宗寻情播了以后 倒是有不少人 喜欢你演的视像声 我那算什么呀 跟江瑞云一比 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哟 什么时候学会死签了 江白是什么 你和江瑞云 在闹逃色新闻 哎呀 都是那群扶女 自己一赢的 那小钟怎么办 就为这个网上都吵翻天了 快不得 你在热搜上 都上热搜了 莫问卿丑死了 还不如云中风 石小生男的CP看得养眼呢 西门月好恶心 做做的一逼 感觉石小生才是真女儿 丑鼻情的感情戏 真是没眼看 这眼睛还有脸出来当女主 哦呵呵 那我们家莫问卿也比你们家作弊月演得好 你说谁作弊月 讲真 剑中寻情还是江白这对CP最耀眼啊 什么江白 白羊只属于我们家中月号 一部烂鼓偶 也好意思扯拉郎CP 江瑞云长得跟死鱼一样 还有脸捆绑我们小白呢 拒绝拉花 哼 烂鼓偶你家正主还不是上杆子眼八番配 要拉瓜就自己高成 拉郎又才要点脸啊 我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没想到他们能因为这种事吵成这样 也是拜他们所赐 我这好歹也算是正儿八经的流量小生了 杨阳 啊 怎么突然这么叫我呀 你不喜欢吗 不是 这是我小名 只不过我妈去世以后 就没人再这么叫过我了 对不起 没什么 杨阳好听 我喜欢 今年过年把伯父接过来吧 我看去年 你就一个人在南京 呃 去年太忙了 而且来了住哪儿啊 不是给你买了房子吗 那个房子那么小 根本住不下两个人啊 老头睡觉乱翻身 不得急死我呀 那就再买一个大的 你怎样让我和泰山大人见见面 泰山大人 难道不是吗 杨阳 喂 怎么了 是你叫人欠我去南京的 我拍戏呢 爱来不来 你 这个臭小子 叔叔 现在太堵了 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 要不您看会儿电视 看剑宗寻情吧 这是白杨去年拍的 现在正在上映 电视上能看吗 哪个态啊 星王卫视 正在播呢 导演一直夸白杨演的好 哦 呃 郑小姐 你们 是他的同事 还是 经纪人啊 哦 金总是白先生的 投资人 哦 老板 哎呀 多不好意思 这大过节了 你不在家陪父母 千里条条的来接我 我这 金总对白先生 很重视 哦 白杨今天还在忙 但是后面几天的时间 他都空出来了 想好好陪陪你 哎 好 好 这个臭小子 明孝林不去 一头不好 去梅花山 鸡鸣寺也行 都去都去 先去鸡鸣寺 再去梅花山 晚上再请你喝酒 可以吧 嗯 行 你想求什么呀 我呀 给你求个红韵当头呗 那我就给你求个长命百岁吧 那是不是白杨啊 卧槽 好像是的 卧槽卧槽 你是白杨吗 我好喜欢你演的石小生 能给我们签个名吗 当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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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成名人啊 那是 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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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白杨小白杨 同我一起收边房 同我一起守辩方 我和孩子他们都是军人 我儿子就按这首歌曲的名 白羊就叫白羊 我让他当兵 但不干 就干了这一行 金老板 我儿子多亏你照顾 还有你李老板 他平时不懂事 你们俩多担待 我敬你们 别喝了 都醉成什么样子了 金老板 这些都是你的藏书啊 是 伯父您坐 侯葵 您喜欢喝吗 喜欢 喜欢 金老板 你真是年轻有为啊 我这儿子 白念了这个大学了 他呀 还是艺术特长考进去呢 你生意这么忙 还有心思看书 我想 你肯定是名校毕业的吧 我也是国立东南毕业的 留学在剑桥 以后白杨 也有机会出去见识 都看李总的安排 哦 剑桥大学啊 哎呀不得了 不得了呀 剑桥大学 白杨很聪明 伯父 就放心看着吧 你墙上挂的这幅字好呀 写得大方 伯父也喜欢书法 他平时就是写着娃 就是有时候练练 你这挂的字挺贵的吧 这是他自己写的 自己写的 真是了不起啊 伯父若是喜欢 我写一账给伯父 只要伯父不嫌弃 这哪里好意思 等起好 我让人表起来 伯父也不用拿着 我让人专门送到家里去 哎呀 真是个好孩子 伯父要不 还是多住几天吧 真的不必了 制度规定 必须到岗 我呀 就来看看他就行了 你们都是大人物 在南京呀 就请你们多多照顾他 明天呀 让白杨一个人来送我就行了 那 那 那 这都是给你的 哎呀 这太多了 你们的京总理总 这也太客气了 那是因为我有本事啊 哎呀 杨杨 你以为我不知道 其实啊 我都知道 哎呀 可惜啊 可惜你妈死的走了 儿子啊 你得加把劲了 我走了 儿子啊 你得加把劲了 我走了 爸 吃你也快了 是 嫩 上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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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这是你的围巾吗 谢谢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 看 这就是最后一幕 不 这是他们相识的第一幕 拍戏真好 总能把人生电来倒去 再多辛苦 最后还能止入初见 今天是杀青的好日子 我就不骂你算了 明天让欧良先来趟公司 他表现得不错 我给他准备了红包 好 谢谢金总 谢谢李总 后期用点心 宣传也用点心 两边都用力 指不定大麦了 还能有个分成呢 李总 不是我被人说话 中月还好 白杨脾气有点大 你得说说他 你说 拍戏都还好 就是白杨老不配合宣传 让他跟女主来点厂下互动 拍点花絮 不是好吵CP吗 怎么都说不动 把人家佟小姐晾在旁边 幸好佟小姐脾气好 这要是换成其他当红的女星 剧还没播就该撕上了 我知道李总 你之前在炒白杨和中月 但是你知道 这个东西它毕竟不是主流 主流还是男和女 童心累人气挺旺的 绑得一下不吃亏啊 反正等剧播完了 大家也都忘了 你前期一点糊涂没有 你身上记者也没料写 我都找他单独谈过话 结果白杨给我来了一句 他对童心累没感觉 炒清闻要什么感觉呀 幸好童心累人不在 新人讲话真得注意点 那毕竟是前辈 说得对说得对 今天我就好好顺顺白杨 行 那我先走了 好 金总再见 李总再见 这个欧阳谦 真是傻子可爱 怪不得好几年都没混出头 你都听见人家说什么吧 白杨是被我宠坏了 白杨是不是没长脑子啊 上次的事情闹得还不够大 这转眼又开始了 都是你费心 你知道就好 你这个小祖宗 什么人能伺候得起 还没红就刷起他牌了 是我不好 他的心都在我身上 才不肯跟别人做桃色新闻 你怎么老这么算 我说实话 你不要看白杨现在人气高 这些都是虚的 起初他是绑着中月 后来是绑着姜瑞云 现在手头这部戏 说句难听话 他是绑着中月跟童心来 要靠他自己单手势 那是做梦 中间出那个破事 搞得现在荡气往后压 我又不能等秋天补 这个戏暑起荡 也是肯定没有指望了 秦农叠战余都的官宣都出来了 躲不掉的 这次啊 又跟他挤一起了 你这是故意的 我有拼吗 秦农是收拾女王 我费了几个月的劲 跟他打擂台 我傻呀 你和秦农到底有多大仇 也都过去了 何必一直耿耿于怀 现在不是我要跟他过不去 是他横在这里让我过不去 他是收拾女王这个我福气 就算我不搞他 他还要来排挤我呢 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啊 他可未必把你看在眼里 就算排挤 也不是为了排挤你 只为了他自己有个好当机罢了 你倒是对圈里的事越来越熟了 反正我现在也不把希望全寄托在剧上 我让忠岳赶了一整套的原声带 电视剧里边咱们插自己的棍 全当做个大型MA 只是辛苦忠岳 本来戏就重拍了一遍 又大肥周章地做这些 辛苦也不是一天的事了 白羊骑忠岳的鞋还少吗 当着他的面我不说 当着你我总要说一说 你们心自问 要是没有忠岳 白羊走到今天还得绕多少弯路 天资不足 其能不拙 好在他和忠岳之间 还是彼此信任 忠岳是委屈些 我看他那个外貌演技 难而是屈才了 你就不用心疼忠岳了 要是没白羊顺带抱着你的腿 就他那个结巴毛病 谁劝也要他 当模特人家都嫌他难沟通 你怎么背后说话总这么难听 难听的话都是实话 个人命不同 忠岳啊天生见命 就该给白羊提鞋 我就求你管管你的小祖宗 好不容易红了一点 别一天到晚的瞎折腾 回去我劝劝他 谁让你劝我 我是没出现 说我就算了 另一天你凭什么说小祖宗啊 大混蛋 白羊 金石安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白羊再怎么没用 你看不起我可以 干嘛跟人串动着利用小祖宗呢 谁努力谁就上 看不起我可以 刷我有意思吗 我哪句说错了 你敢说自己没接着人家往上爬 我还没说姜瑞云教你演戏的事呢 你还真把自己当一万少女的男神了 你知道他在外面听 你还这样说 金董事长 我听见的东西 我不信你就没听见 这就是你早先跟我说的 要谈牙白羊 靠你天天心肝宝贝的管得住啊 总要让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丁聪元都把他夸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欧阳签个没本事的东西 也按不住他 我以后啊 还指望能找明导跟他合作呢 他老这个脾气 什么导演愿意带他呀 我看你是真想在医院里躺两个月呢 哎呦吓死我了 以后不敢了好吧 快去哄哄你的小宝贝 别晚上不让你上床 一支声出品 白云诗原著 1930来的先生 第十三期 制作组 策划 净水 编剧 陶吉二 导演 净水 后期 陶吉二 监制 西月 美工 西月 宣传 斗一刀 B站字幕 我是一把剑 配音组 金石安 宣纵 白羊 羊仔 李念 东东 中月 戴的阿苦玛 郑美荣 陶吉二 白富强 清风绝影 莫问情的粉丝 扶梦若微 西蒙月的粉丝 净水 江白粉 西月 中白粉 十六夜 江瑞云的粉丝 扶梦若微 粉丝A 西月 粉丝B 净水 女主 扶梦若微 欧阳谦 十六夜 片头报幕 陶吉二 片尾报幕 净水 广播剧首发 尽将论坛之优声游色板块 本作品仅供配音爱好者 个人学习 交流 请勿进行二次修改 和上传 或者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一支声出品 白云诗原著 1930来的先生 第十三期 感谢您的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